花与少年迪丽热巴给服务人员留了礼物 看完《花与青春》 我觉得迪丽热巴一定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 迪丽热巴 这位以迷人之美和关怀之心闻名的知名明星 最近因为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而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 特别是在微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个故事发生在热门节目《花样青春》的一期中 展示了迪丽热巴体贴入微和考虑周到的性格 给粉丝和旁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一期节目中 迪丽热巴做了一个简单却意义深远的善举 在离开住处之前 为服务人员留下了小礼物 这一举动虽小 却凸显了他对周围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赞赏和认可 为光鲜亮丽的娱乐圈树立了谦卑和感恩的良好榜样 更让这一行为显得特别可爱的是 迪丽热巴当时正忙于自己的繁忙日程 准备进入高调且要求严格的时装周环境 尽管他所处的职业兴致繁忙 压力巨大 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关心他人 展示了他的美丽不仅仅是外在的 而是内心的美与善良相得益彰 当被揭露他的行李中装有碎片时 这个故事变得更加迷人 许多人发现这一细节 既可爱又让人感到亲切 他将迪丽热巴描绘成了不仅是遥远的名人 而是一个平凡日常的一部分 这更加增加了他对观众的吸引力 另一个故事环节涉及到迪丽热巴独处时刻 他被看到与一个小玩偶交谈 这一丝人时刻的窥视为他的公众形象提供了鲜明的对比 揭示了他别具一格 内性深邃 深具人性的一面 这些时刻提醒粉丝 明星如迪丽热巴在璀璨光环背后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怪癖和应对世界的方式 粉丝们渴望花样青春能够跟拍他在时装周期间的旅程 这一提议虽然没有实现 但单是这个想法就激发了兴奋和期待 展示了他与观众间的牢固纽带 总而言之 迪丽热巴在这一事件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他不仅凸显了自己的魅力和美丽 还照亮了他的善良和体贴 在一个对明星的每一个行动都进行严格审视的世界里 迪丽热巴位服务人员留下礼物的简单却意味深长的举动 提醒人们在小小的善行中可以发现善良的力量 他在需求繁重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着脚踏实地和体贴的品质 不仅值得钦佩 也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榜样 龚君河中处夕在《我要逆风去》中的旅程 《我要逆风去》是最新的电视剧 已经风靡了中国娱乐界 理由充分 在由龚君河中处夕领衔出演的卡斯中 这部电视剧成功地夺得了周榜的榜首位置 虽然面临着其他热门节目的竞争 但它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存在 稳定地位于前十位 这证明了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人物刻画 这部剧的核心围绕着金融精英徐斯 由龚君饰演和CEO的女儿江湖 由中处夕饰演的生活展开 他们在艰难时期相遇 共同应对生活的起起伏伏 形成了一种超越社会地位和期望的纽带 龚君对徐斯的诠释令人钦佩 他为这个角色带来了深度和真实感 他从普通家庭背景出发 成为成功的演员的经历 充分体现了他的勤奋和毅力 这深深打动了观众 钟楚希以其舞蹈背景和在《青春有你》 和《唐人街探案》中的突破角色 完美地诠释了江湖的角色 他对坚强和独立的角色的表现 为故事增加了层次 他与龚君在屏幕上的化学反应令人感受到 二人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屏幕情侣 他们的关系是这部剧的亮点之一 包括吴轩宜和高志亭在内的配角阵容也都表现出色 增强了整体观影体验 吴轩宜从创造101的初期开始 逐渐成为备受尊敬的演员和歌手 他的加盟为故事增添了深度 展示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成长 刘培奇是一位资深演员 他在舞台表演和电视电影中的重要角色方面 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生涯 他的关键角色表演为故事增加了庄重感 也让人们铭记了中国娱乐行业内深厚的人才 《我要逆风趣》不仅仅是一部典型的爱情剧 他深入探讨了在面对挑战时的个人成长和坚韧主题 使其成为一部感人的城市励志剧 角色在整个系列中都经历了显著的发展 他们的经历对来自不同生活背景的观众都具有共鸣 该剧鼓励自我发现和追求梦想 不仅仅富有娱乐性 还引发了观众的思考 促使该剧成功的因素 这一是他在东方卫视的强劲收视率 以0.2%的收视率和2%的市场份额 这些数字反映出该剧能够吸引广泛的观众 并使他们每周都充满期待的收看新的剧集 精心打造的故事情节 再加上卡斯的出色表现 使观众能够迫不及待的期待每一集的播出 总之《我要迎风而上》是一部杰出的电视剧 当之无愧的位居周榜榜首 单引号 龚俊和钟楚西在各自的角色中表现出色 而配角阵容为故事增色不少 该剧探讨了个人成长和面对挑战时的坚韧 再加上强劲的收视率 使其成为任何寻求娱乐和灵感的人必看之作 随着他继续与其他热门节目竞争 可以明显看出这部剧不容小觑 很可能会对中国娱乐界产生持久的影响 无所谓剧剧集的胜利和滑稽的续集提议 中国电视剧《无所谓剧》已经风靡了电视影评 以其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杰出的演员表演吸引了观众 该剧《由热衣扎》也被称为迪丽热巴、王阳、 催妮、陈锦、沈宇杰和李宇领衔主演 成为了11月份的剧集《佼佼者》 引起了观众和其他演员的关注和钦佩 在《无所谓剧》中 最新的情节发展令人兴奋不已 故事围绕着《由热衣扎》饰演的罗颖子 以及《由王阳》饰演的邱华展开 随着剧情的发展 他们的关系加深 从仅仅是同事逐渐发展为 可以互相倾诉最深秘密的亲密朋友 他们关系的这一发展打动了观众 因为它美丽地展示了他们 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情感的成长 《无所谓剧》的一大亮点 是热衣扎卓越的演技 他在这部剧中真正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以精湛的技艺演绎了罗颖子这一复杂角色 作为罗颖子 热衣扎将角色内心的冲突和犹豫表现的淋漓尽致 他在角色情感方面的表演深深触动了观众 赢得了钦佩和喝彩 剧中角色的发展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罗颖子的旅程预计将是显著的 他的角色将在克服过去的挑战后得到成长和发展 这种角色成长为剧情增添了深度 让观众充满期待地迎接罗颖子未来的命运 《无所谓剧》的成功不仅局限于屏幕之内 同行演员和业内专业人士也表达了他们对该剧的钦佩之情 其中一个例子是演员秦海露 他最近观看了这部剧 并深受感动 秦海露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对该剧的看法 特别是称赞了罗颖子这个角色在帮助魏宗赢得离婚案中的贡献 他对该剧和角色的贡献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共鸣 真正为情况增添了一丝幽默和兴奋的是秦海露 关于续集的戏剧性提议 以一种轻松而幽默的方式 秦海露公开向热衣扎提出了是否可能有无所畏惧第二季的建议 为了使他的提议更具吸引力 他还向热衣扎寄去了一个红包 这是一种传统的分享信息和表示兴趣的方式 这种充满幽默和期待的举动激发了剧迷们的更多兴奋 他们一起猜测了可能的续集情节 剧组演员之间的默契和团结 无疑在剧集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深演员和新进演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敬业精神和尊重 为整个剧集的卓越表现做出了贡献 热衣扎的杰出表演得到了王阳、崔妮、陈锦、神语结合里 语出色的表现的衬托 共同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演出 将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的集体努力时 无所畏惧成为11月份的杰出剧集 赢得了忠实的粉丝群和广泛的赞誉 展望未来 对于演员的未来表现寄予厚望 特别是热衣扎已经通过在无所畏惧中的角色 展示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多才多艺 他在演绎多层次的罗影子角色方面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他在未来的项目中面对新的挑战和角色 王阳、崔妮、陈锦以及其他演员 也因为他们在剧集中出色的表现而受到认可 观众热切期待着他们未来的表现 总之无所畏惧已经被证明是一部巨大成功 以其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出色的表演吸引了观众 特别是热衣扎在剧中扮演的罗影子角色 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演员之间的默契也是该剧的受欢迎之音 秦海露对续集的幽默提议 更是为该剧增添了兴奋因素 随着剧情的不断展开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对于无所畏惧的才华横溢的演员阵容来说 未来充满了希望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